这是最大最大的 台湾可能是演员们 得一个演员能够 演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一定是难度非常之大 一件事 玩命运 来 老打伤了 其实最难的是 我没怎么打我乒乓球 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摸乒乓球拍吧 要有抽成币的那种感觉 他们动作都已经固定了 所以你要先从他的动作上面 先正规再去模仿 打一下 可以 移动 移动 好的 这是喜酒 讲乒乓球 那得像个打乒乓球的原本人是吧 得练 对 都原地编着多块 重大的是你要理解 为什么要去这么打 你还要把你的动作 要像他 以他的出发点来去打球 他想像他找到感觉 然后感觉又是打不动拍 所以乒乓球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技术 它不仅仅是一个动作 他每一本球是要非常到够的 我们就是做好每一步 然后怎么把它做完美 我们有专门的乒乓球指导 每天在那儿作证 精确地告诉他们 他这个球是一个搓 所以这个球的旋转 应该是一个什么旋转 他就不一样 他就不一样 可以的 因为长时间每天都打 记录我都说不得很糊 好 好 要做出来 我疼的时候我得要体重 人家是临了十几年 快 快 到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当时拍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你不管在哪儿拍 旁边都有帮着朋友说过 但真的能够一直强到这个波子 我听说大家都卷得力了 然后开始自己在对面的比赛 现在是云肯森连半 竟然还有人在打出 二连 上 完全是发自于内心的 大家都喜欢 剧情里面我认为都表演得非常好 演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看过我很多的比赛 因为他能找到我在场上的那种表情 和眼神 就是那些艺术员打球 就我想象中要打了好很多 我觉得 也是一个踏边 直接不动到台湾 已经很像了很像了 可以的 从比赛状态来说还是不错 有点我当务还是人